我想各位在開幕致辭大橋會長的致辭都聽到了 就是說大橋會長的確是提到日本福島五線食品的問題 這是的確有提到的 那就反正開幕致辭也不是什麼討論 提了就提了 然後就看以後怎麼發展 可是因為目前好像日本明天爆出我們的態度是一到三月可能會開放 我的了解是沒有時間表 因為就是說會不會談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還要再去磋商 然後即使談了到底要談多久才會有結果也不知道 所以當然日方的媒體可以去猜測 但我很坦白跟各位講事實上並沒有時間表 因為這個不是說是什麼門面話 是說談下去要談到什麼時候才會有結果 這真的是不清楚的事情 因為其實剛剛就是大橋光波會長 他的態度也蠻強硬 他特別點是說我們的科學標準的這一塊 他是認為說我們並沒有跟上這個國際的標準 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強硬 我想日方這種提法已經提了好多年 他這一項一直都在關注 然後提的都是同樣的這樣的話 就是說他們的科學證據 國際標準 所以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其實日方一開始這樣講 會感受到日方有沒有給我們壓力嗎 那不能說是壓力 就我剛才講過 這個議題日方已經提了非常多年 然後也一直表示他的關切 但是我們的政府的立場也一直跟日方說明 就是說我們會以保護國人健康為原則 那麼在這個原則底下 當然我們會按照國際標準 科學證據來處理這個 這個福島無限食品的問題 對 關於CPTP 你剛剛有特別提到 希望有更建設性的討論 那目前CPTP跟磋商的進展部分 我現在因為大概要這麼說 因為CPTP現在是進入一個新的輪值主席國 但是就是說要這樣講 就是說他的上一任的主席國 跟下一任的主席國 他是副主席 也就是說現在是新加坡是主席 輪值主席 日本他還是副主席 因為他上任 然後下一任 下一任我印象中 不曉得是紐約還是加拿大 也會當副主席 所以他們這三個主席跟副主席 他們會去處理 就是說像台灣啦 中國啦 外國都提出來這些入會的問題 是這樣的 因為之前新加坡的態度 其實對於中國這部分 他們是滿樂見其成的 那目前我們跟新加坡的部分 跟日方這邊 有沒有希望會 日方幫我們怎麼推進 那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日方也提了很多次 因為這是一個高標準的事情 然後他們會按照 既有的這樣一個方式 去做討論去做審查 那第二個 因為就是說CPTP 他是一個共識角 所以就變成是很多國家要一起去討論 那當然就是 輪值主席國跟副主席 他們的就比較有一些可能性 因為是輪值嘛 所以就比較有機會去跟其他的會員國來做接觸 也許會去做一些說明跟一些遊說的工作 那這就看他們去怎麼做 諸位代表謝長廷 就是日前有反國訴職 他有跟你後面這部分可以聊的什麼 我們他現在在 在駐日的工作部分 有什麼樣的期許 我想 謝大使他的工作是非常的辛苦 雖然我當然知道就是說 國內的在意黨對他很不諒解 不過就是說 不諒解是一回事情 要看的是實際的結果 那我想我們可以看到謝大使在日本 我想這疫苗大家都不用講 台灣對日本的關切也都不用 這些都是事實 有一點可能大家沒注意到 謝大使在任內 他已經把日本所有的都道府縣 全部都跑完 而且有些是已經跑了兩次 然後各位如果注意看媒體也都看得到 所有日本都道府縣的議員有一個會議 這個高峰會是謝大使很努力去促成 每次都有幾百個日本的地方議會的議員來參加 然後這個也推動了好幾年 有一年還到高雄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這些工作 就是說你喜不喜歡他是一回事情 他的工作表現就結果來看 我想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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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是北州中古的化碼 入口 折騰 折騰